欢迎收听软件那些事 这几天呢 主要是和我自己的这个腿 就非常极多斗争 也就没有时间来写这个东西 因为太疼了 再加上呢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文章啊 主要是义和团的文章 包括很多的媒体都在讲义和团的东西 我就想起了我2006年的时候 我选了一门课叫中国近代史 这个有个作业啊 它的作业都是开放的 就是你随便写点什么都可以 主要是中国近代史的就可以 因为那个老师相当比较好一点 一个大作业 然后呢我就写了考察义和团的神话与历史 考察义和团的历史与神话 因为此前的话 我是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就是说文科的技能啊 就是靠 因为当时年龄比较小嘛 二十多岁 然后就就靠兴趣去写 然后又选了这门课 就就就写多了 就写了130多月 到现在我还留着 可能130多月我认为大概有十万字 应该是有的 这就让老师非常惊讶 你今天搞出了这么多的大作业 大概就是你随便写写 因为你是个理科生嘛 他大概也就让你过了 因为当时靠兴趣嘛 我就 也没有太多的历史的功力啊 就是乱写这种东西 就写了非常长的一个作业 当然老师就鼓励我嘛 说哎你不错 我就给你满分好了 然后我就很高兴嘛 然后这可能就是在大研究生活的大学里 我能拿满分的课 都是读球课啊 或者游泳课 然后再就是这个选择中国近代史这个课 当然也有可能是客套化 人家只是老师九道话 你今天打了这么多字 但现在13年已经过去了 因为当年我只有二十四五岁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油腻啊 就是 现在当然现在天天就是上网 就看看那种漂亮姑娘 或者是跟人家聊聊天 就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还有点理想 那时候就是 想学一点这个东西 说实在的 因为当年的课程我都忘掉了 已经完全都忘掉了 大概只记住了这个老师的一两句话吧 那个老师的话大概是这样说的 他是说呢 如果你在研究某个历史资料的时候 因为你是历史学家嘛 你要研究历史资料的话 如果你发现某个历史资料特别的完美 比如说你要去研究哪个项目 发现就这么好 就这么一个历史资料呢 被你找到了 特别特别完美 正好能解决你要解决的问题 就特别高兴是吧 那么他就说呢 这个历史资料一定是被人动过手脚的 就是说一定是假的 就是这相当于是一个诱 然后就是像我们是鱼的话 那个鱼特别好吃吧 又挂在那里 一看就又好吃 这么好吃 然后你一上钩了 是吧 就是鱼 当然当年我是没有理解这句话的 当然很多年过去了 我也不研究历史了 当然就更没有办法去理解这句话 也许有人真的是会故意的篡改一下历史 只是我 因为我不研究历史 我也不知道 毕竟我现在这个年龄就是已经很油腻了 但是我13年前的 13年前的我还没这么油腻 毕竟我对历史实际上没有那么大兴趣了 以前是比较有兴趣 如果当然听众中有年轻人的话 觉得你想去研究历史 比如说想成为历史学家的话 我觉得我这个老师这句话还是比较装的 至少看电视说起来是比较装的 就是说如果你发现有一段历史特别的清晰 脉络非常清晰 指向的非常的明确 并且能完美的解决你的问题 那么这个历史就是假的 这段资料就是假的 你小心点 就是这就是人为创造的历史 放在那里就是就引诱你的 主要是引诱你的 当然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我就来讲一下 我这个义和团的历史和神话 因为有130多页 后来我想想 现在我又重新看了一遍 反显还是比较幼稚 因为我就是看了很多很多的书 说实在特别多的书 然后我把里面的书 就是也没有办法去证明它的真假 但是我就罗列了特别多 确实我是自己挑进去的 但是我也没有留下这个电子版的 结果只剩下了这么130页的一个作业 盯起来 真的像一本比较中等厚度的书吧 然后我就用手机拍了一个 用那个手机 然后实际上有文字识别 但是识别率还可以啊 我觉得还挺挺好的 然后我就识别了前面几张 后面几张我觉得 但是我写的不好 因为我水平也有限 就是里面的主要是 老师也没有给我提什么意见 主要还是不够好 里面确实就罗列了 特别多的事实 别的书里的事实 然后我都抄到这里了 然后还有很多的 还有什么 就是图片 也有很多的图片 就外国人拍的照片 我填了一些照片 然后找到了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他的叫接铁 就是义和团的话 他要贴大字报 然后那些大字报的内容 大概从这些东西中 然后推测一些什么东西 大概就这样 还有很多人都访谈 应该是山东大学的 在1940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见过 想想 那时候也有山东大学 就是1930几年 1940几年 山东大学是有一些教授 那时候已经存在了 山东大学 他们就去做这个 当年参加 这个义和团的人 可能还没有去世 或者他记忆之中 还是有的 1930几年 他肯定没有去世 他就去问这个样子 然后也有很多书 我还记得 我当时借到了很多书 后后的很多本 然后但我没有全读过 因为很多的访谈 一看就好像是 一看就是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信神嘛 就说我们为什么 就红会黄会 就有特别多的神话故事 在这里面 然后我也挑了几些 一些看了之后 就觉得很有意思了 然后就挑下来 当然 下面就是我写的 写的不够好 就先开始写的是前沿 因为义和团 是在我们山东发生的嘛 起源于山东吧 至少是 作为一个出生在山东的人 就是我其实是知道 义和团的影响 不仅仅是书里的 这个字言片语 对我来说呢 就是在1898年到1900年 这三年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已经 超出了书本 已经融入了故事之中 因为我小的时候 就听爷爷讲故事 他是讲他的爷爷辈 或者什么的讲故事 就只能听到 他们的爷爷 就是我的祖上了 讲就是爷爷讲爷爷的故事嘛 总是听到一些 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我出生在 山东莱武的一个农村 在清朝的时候 我这个莱武啊 是属于济南府 就鲁中嘛 他都鲁西南 就是说鲁西南 他是鲁西南和鲁西北 是义和团主要的发源地吧 就我小的时候 在农村 就男孩子 就是玩具嘛 那时候也没有电子玩具 但是有一些 就玩具 就有一把刀 有很多人家里都有刀 就生锈的那种大刀 就相传的就是说 我们村啊 或者是我的哪个祖上 是练义和团的 然后他就有把刀 就全是嘛 当时是用过的 还有一些生锈的一些核叉 但我不知道这个 怎么写核叉 反正是发音是这个样子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杨家枪里的那个武器 但是呢 他是两 杨家枪只有一根嘛 但是他这个核叉是两根 两根过去 就是当年呢 他们也是说 这是练义和团的时候的一个武器 但我不能确认这些武器的历史 因为他也不是什么珍贵的文物 但是他肯定不是唱戏的这些道具 因为特别的重嘛 你道具的话肯定是要变得很轻 因此我们那个时候 就拿着这些刀啊 或者核叉 小小男孩也就这些事情嘛 就到山上 我在树林里玩 就是当时的刀是已经生锈了 但是呢 像碗口那么搭着那个 就什么 碗口那么粗的那个 树啊 然后实际上是可以 一刀一刀就就就砍下来的 就完全没有没有什么问题 总体上来说呢 虽然我的记忆 已经模糊不清了 有小时候听到的 但是呢 有几件 我特别不相信的事情 我还记得特别的清楚 就一件事情是我爷爷说的 他就说嘛 他的祖辈 可能是他的爷爷 或者是什么 去杀洋人 就是呢 被洋人困在哪里呢 困在泰山脚下 实际上应该是假的 或者是天佑加醋嘛 因为后来我发现实际上 他根本就没有跟洋人打过 其实义和谈总共就没有跟洋人打过 但是故事里是这样讲的 他们被这个困于泰山脚下 就是说已经没有没有饭啊 没有水去 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了 这个时候呢 就来了一个非常慈祥的老奶奶 是吧 然后挂着一个篮子 篮子里有一壶水 然后有几张单饼 就我们家 老家是一种常见的食物啊 就是面饼 但是很薄 他们就觉得 这点食物怎么够吃呢 结果呢 就是说他们不停地吃 但是永远都吃不完 就这么一个小兰子 一个单饼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奶奶是个神仙 就是泰山奶奶 当然我当时是完全不相信了 就觉得这个也太假了吧 然后呢 我就会跟爷爷啊 或者是什么去争 结果呢 但他认为是真的 是吧 然后我仍然是认为是假的 还有一件事情是 也是我一个祖上嘛 就是 有刀枪不入的本领 就是打仗的时候是怎么样 就先把一张符啊 然后烧一下 然后喝了水 放在水里 然后喝下去 回家的时候 就把这个衣服脱下来 然后像脸盆泥这样抖一抖 然后子弹呢 实际上就会 从衣服上落下来 那就是说 能落这么个半脸盆 这个样子 起码在故事是这样 我说这也不可能 因为他显然是不符合常规嘛 你这个子弹应该是 是吧 这是把人打穿了 但我也 仍然是这个样子 就相信的人 仍然是相信 然后不信的人 仍然是不信嘛 他就会说 你有没有见过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 是吧 那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些 就太过神奇了 以至于我一眼看到 就知道是假的 后来呢 也就是上大学以后 没事的时候 比如说在哪里看到一本书 或者什么情况 我就会去研究一下 这个义和团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后来 我也记不清楚了 是吧 反正很多很多的书 都都看 试图了解一下 义和团的事情 因此呢 在查资料的时候 反正只要看到 就去查一下嘛 那时候也是闲得 没事干 然后就发现 小时候听的故事 也不完全是假的 说实在的 有很多的名字是真的 就地名而是真的 只是那个事情 可能没有那么神话 比如说 起着一根绳子上天 这个事情我听过 后来在书里发现 也是听过 并不是说我爷爷编的 而是真的有这件事情 起码就是说 并没有真的上天 就是说 我可以用一条绳子 然后画成一条龙 然后上天 这件事情没有 但是呢 在其他书中也有记载 也就是说呢 他没有文化嘛 就是说 我爷爷那时候 是没有文化 因此呢 很多东西都是说错了 或者说 历史的真相 已经搞不清楚了 他并 他肯定不是故意红物 但是那些熟悉的名词 让我就一下子 想到了那段历史 就发生在 我祖辈上 那段历史啊 因此也就越看 越产生兴趣 比如说 如何请神 后来发现真的是 一和团确实是请神 就是把神请下来 比如说有大刀会 有小刀会 有梅花拳 神拳 还有白莲教 白莲教当然是个反政府武装 但是在故事中 他不是反政府武装 就是他有一个叫 无声劳母 就是这些名词 我都知道 红拳呀 包括红慧 还有神拳 还有红灯照 这个红灯照呢 就是说女性的义和团 就是红灯照 红灯照是有法术的 后来我发现 这个那些 山东大学那些 后来山东大学有很多本书 好像是研究 义和团 比较聪明的都在山东大学 我反正确实看了很多书啊 都是都山东大学出的 因为我曾经 在故事里啊 哎我听过这个东西 结果在山东大学教授的那些书里 后来一大堆书里 也发现 AZ确实是这个样子 因此我就想起了那首歌嘛 就是故事里的事情 你这个说是就是 是也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是吗 故事里的事 说不是就不是 是也不是 后来呢 也也真是因为这层关系嘛 因为我小时候听过 后来上了学校又去查过 后来看了书之后 发现那个爷爷好像并不是完全骗我 因为我祖辈是河北来的 这个河北并不是说 现在的河北省 而是黄河一北 黄河一北的疗城 就是我的祖辈是从辽城过来的 就是义和团的时候 有一年是发水 发水之后呢 因为参加义和团 这个政府要追杀 然后呢就就就流落到 就是说来五去了 来五可能就是离 其实离黄河一北也不远 但是你走路的话 可能要走个一星期 这个样子 就具体的家屎 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只记得确实有亲戚 就是我爷爷还在世的时候 就每隔两三年啊 就会有疗城的亲戚来看我爷爷 但我爷爷呢也会去那边 但我从来没有去过 因为他试图带着我 我想想太麻烦了 爷爷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没去 我还因为知道这层比较脆弱的亲戚关系吧 就是只有我爷爷去 然后我叔叔 我叔叔去疗城的贯线 确实贯线是义和团发源的地方 其实我叔叔去贯线的一个多方 就是做豆油 做了好几年的时间 然后我爷爷去世以后 这层非常非常脆弱的亲戚关系 就彻底断了 就是没有了嘛 没有 现在已经不知道再去那边要联系起了 已经没有了 这个亲戚关系 最近几年 我说2006年的那个最近期间 这是我写论文就这样写的 所以老师说我写的太不专业 但是写的又那么多是吧 觉得还比较喜欢看书 就是在那个我上大学 或者上研究生期间 村里是要修家谱的 就是说要修家谱 因为我们村子要修家谱 然后各个姓都有 你修家谱肯定要到很古老的地方 然后我们整个的家族的家谱 实际上已经追溯到明朝初期了 真假不知道 我认为可能是假的 说是从山西搬过来的 从辽城 但因为我老家 至少我知道是从辽城的冠线那边是过来的 这段历史已经没有了 就是这段历史已经跳过去了 一下子就说 好像是从明朝初期的山西 一下子搬过来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家谱 就是非常假 当然可能这些家谱最后 可能会流传下去 应该也是假的 当时我就开玩笑 我说既然都搞到明朝去了 应该搞到汉朝去 因为我们姓刘 就说自己是刘邦的后代 这样说出去也非常长面子 因为你叫 毕竟很多编草鞋的是吧 你也说自己是皇家子弟 实际上说不清楚 比如说中山晋王的刘胜 刘胜光 刘胜 好像是刘胜 光有儿子就是一百多个 所以现在你也搞不清楚 是吧 可惜家里的老人没有这个觉悟 因此 我说自己是皇家血统 还有点不好意思 但我们的家谱实际上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但是影响也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村子本来也不大 就是一百来户人家 现在已经越来越小了 六十岁以前的人几乎都已经消失了 是吧 就是说六十岁以前的 就是说几十岁 就是都离开了 像我已经离开了村里 好多年也不回去一次 留在村里的人都是六十岁以上的 因此一条街上没几户人家 现在可能就是几十户这个样子 我觉得十年二十年以后 这个村子会彻底消失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现在义和团已经 就是说经过了很多的 历史的演化嘛 然后已经 近代史上 现在基本上给他定了一个调子 就是说 这是老百姓自动 自发的就是反抗清政府 或者是反抗帝国主义 反抗什么的运动 当然了这个历史是不是真的 也不好说 他们确实跟清政府打过那么很小的仗 但是呢 你说 反抗帝国主义 实际上他也没有打过日本人 他确实打过 这个书上有些历史质量 说他打过日本人 实际上没有 他也说他打过苏联 实际上应该是没有的 他们并没有武装冲突 就是说 于日本跟苏联 实际上是没有 但是他确实与英国的传教士 跟德国的传教士 有过一些冲突 我看到的历史是这样 也许我看到的历史 是被修改过的 这个也不好说 但是呢 我听到的故事 就是说 清政府在利用完了 这个我的祖辈 义和团之后 就起了杀新 然后祖辈呢 也就被迫离开了家乡 然后到了几百里 几百里之外吧 其实我那个 我现在的这个莱武离 那个地方 几百里之外的一个地方 隐性满面的去谋生 就好像曾经去闯关东一样 然后流落他乡 但我的故乡 也不过是一个 祖辈漂泊 就是很多年之后 然后落脚的一个地方嘛 所以呢 我觉得 我应该写点东西是吧 然后 因为我也已经又从 我那个城市里又出来 又继续漂泊了 就这个样子 你说以后我会在哪里 也搞不清楚 因此呢 这就是我对 义和团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因为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所以呢 关于义和团的这个历史 我之间并没有能力 去做这个实际的考察 因此呢 我只是到处看了一些 专业的 或者是不专业的 其实这个书啊 非常非常的多 我起码在这个 研究生的时候 因为我待在学校还比较好 然后他有 他有非常非常 可能有中国最强大的 图书馆之一 然后确实查到了很多 专业的或者不专业的书 然后拼透成一个 我认为比较合理的版本 这也是 我这里讲的 有官方可能是 其他的权威人士有出入 当然是 请以其他人为主 以官方为主 和以权威人士为主 我这个就属于一个作业嘛 一个作业 你想想 在2006年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的一个作业 只是凭着自己的一个兴趣 竟然写了一百多页 然后呢 最近也是腿比较疼 又加上看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 也许我可以再讲一些 讲这么一期吧 因为我觉得并没有特别 特别现实的价值 就是呢 第一个 我就先讲一下 义和团为什么会出现的善动 当然我 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历史的时候 就会倾向于给出一个 非常简单粗暴的解释 就是说 这个是历史的选择 是吧 除了 比如说历史选择了山东 但除了这个解释 我试图寻找另外一点的证据 比如山东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如果大家来过山东的话 山东也非常大 放在欧洲也是个大国 最主要的 两个起源地 实际上并不是没有青岛 比如说那些东西 最主要的两个起源地 是一个与河北交界 现代与河北交界 以前没有河北 以前 以前 他不叫河北 就河北是黄河一北 以前他叫 直立 就是说呢 现在我如果说直立又不太好 就是说 山东与河北交界的地方 叫鲁西北 与江苏交界的地方呢 我们叫鲁西南 先来说这个鲁西北 我认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主要是山东惯县 因此 我有亲戚在那里 应该说我爷爷有亲戚在那里 我没有亲戚在那里 即使去的话我也找不到了 已经太多年过去了 我叔叔确实去那里做豆油 就是穷苦人家嘛 也做不了什么特别的生意 就是把大豆给做出油来 就类似于这样 就山东惯县嘛 在当年是有一个比较绝佳的地理位置 为什么呢 他地理位置上 他属于直立 就是如今的河北 如今的河北 北京天津 这一些 就是说他属于直立 但行政关系上 他属于山东 因此呢 惯县就成了一个非地 就是什么呢 他在直立境内的 山东的非地 就直立实际上是容易管 但是呢 他不是山东 你不能管我 然后呢 山东有权限管 他管的话呢 他要非地 他要跨过直立 他已经进入了直立这个里面了 因此呢 他也不想去管 因此呢 这里就成了一个三不管地带 又加上贯县 实际上还靠河南也不远 于是呢 山东河南河北这三个地方 就中国的这三个地方都挺搞笑的 我经常认为 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四个地方 真的是中华这个地带 这四个地方的人啊 真的是特别一样 真的特别一样 以我这些年来啊 非安方言什么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山东山西河南河北 这这这这这几个地方真的是一样 这三个地方的盗匪啊 包括全会 还有天主教 就西方的这个天主教派啊 然后就在这里野蛮生长 是非地嘛 大家都不管 相比于其他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的冲突就非常非常严重 主要是以贯县其中 有一个叫黎元屯 他的名字叫黎元屯 为中心的24个村镇 就是说没有哪股势量 没有哪股势力可以控制这个地方 因为黎元屯啊 有这个教民 就是信这个天主教的 和非教民之间有冲突 然后官府呢 还要因为这里汇集了很多的盗匪 也有冲突嘛 官府想抓盗匪 盗匪又跑到这里来 就是就是赌你官匪没有控制权 然后权民呢 就是练练权民的 跟官府之间也有冲突 因此呢 只要不是太乱 官府并不想管这片地方 其实官府当然也不是不想管 主要是没有能力管 因为当时清政府是由外国发生冲突 然后内地的兵啊 就被大量的调走 去参加这个家务战争了 再加上你不停的赔款 因此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 来维持这个官府的力量 于是呢 政府能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我拉一派打一派嘛 联合一派打另外一派 因此洋人呢 洋人 首先这里也有洋人 洋人特别厉害啊 洋人是不可能被政府和平利用的 因为 洋人高人一等嘛 高官府一等 盗匪呢 因为他他显然你不可能利用盗匪 然后来打压嘛 因此呢 官府的选择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唯一的 就是当时练权的一些权民 并试图改编成民团来维持这个风雨飘摇的一个社会的稳定 当时在贯献最大的两股的权民势力 一个就是叫严淑琴领导的十八魁 另外一个是赵三多领导的梅花拳 不管是十八魁还是梅花拳了 还有同期的义和拳也好 当时有很多义和拳 红拳 阴阳拳 神拳 大刀会 我这里多说一句啊 其实这些东西我认为 当时就是交通不发达 应该是这些拳应该差不多只是起了个名字 比如说阴阳拳跟红拳有什么太大区别 我应该不是太大区别 应该就是名字有点不同 我也是下菜的 包括义和拳 义和拳是一种拳法 并不是说 我是就是当时大家是练拳 参加这些团体的人呢 实际上并不是说吃饱了没事干的农民 而是一些有地主 有财产的一些地主 比如说你至少是有财产 像中农啊 或者是地主 这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当时兵花马乱嘛 你兵花马乱的话 我最先想到的就是 你自己有老婆孩子 还有一些财产 因此呢 我要组织一个组织 然后来保卫我这点财产 保卫老婆孩子 这个样子 因此呢 这些拳 练义和拳也好 还是红拳也好 梅花拳也好 最主要的就是 搞这个 保护自己的财产吧 获得获得财产 然后最穷的人呢 是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 我不要保护嘛 我连 我连刀枪我都买不起 再说了 你去练个拳 练个义和拳也好 还是梅花拳也好 是吧 还要多吃两碗饭 实际上穷人是不参加的 这几个都是 不参加的 再说这个 说完了 这是鲁西南 这是鲁西北 就是那个灌县那边 然后再说鲁西南 鲁西南就是跟江苏 江苏比较富啊 包括现在也是江苏比山东富 好几倍 当年应该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跟河南 山东交界的地方 就是跟江苏 然后就就那边鲁西南那片地方 在甲鲁战争的时候 清政府 我不前面说了吗 就把这个地方的兵都调走了 于是呢 就在与江苏交接的这些地方 因为它是鱼米之乡嘛 鱼米之乡 江苏会比较富 而且气候可能也比这个西北那边要好很多 鲁西北好很多 因此呢 那个地方干什么 就种鸦片 贩卖私盐 我们都知道这个江苏 这个地方 贩卖私盐是传统 贩卖私盐 还有拦路抢劫 就是就干这些最佳的生意嘛 当然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 那个地方是大刀会 就是于江苏交接的地方 也是山东江苏交接的地方 是大刀会 那个创 领头人嘛 叫刘世锐 他最初呢 只是保护自己的财产 其实也是建立了一个 类似于私人武装嘛 只要是周围人的地主呀 或者是台 有一定财产的人 交了一定保护费 刘世锐呢 就会 就是你既然交了保护费了 我帮你 帮你保护一下嘛 当时应该是个好生意 类似于现在的保安吧 类似你给钱嘛 然后刘世锐为了 招募更多的员工的话 肯定是要采取一些 就是宣讲会这样 我们去 现在招聘工作都要开宣讲会 他当时也开宣讲会 就是下枪表演 就是说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嘛 就是下枪表演 就唱戏 期间呢 还会夹杂着表演戏曲 和打击中的一些 比如说 金钟罩这个东西啊 是戏曲中的 他也会表演 但是表演 真真假假 你也搞不清楚 就硬气功 那个大都会会一些硬气功 因为当时清政府是有心无力的 他不可能同时打击 盗匪 也不可能稳得 就是说他没有足够的力量 就是你一定要有特别高的力量 你才能一下子把人扑死 你如果扑不死 那就比较痛苦 因此呢 清政府那时候又没有兵嘛 都去参加加武战争了 然后也没有办法是吧 他不可能打击盗匪 跟大都会这样 这样的东西是吧 不可能捅死 没有那么大的兵力 只能分化他们 于是呢 政府就刚开始就拉了大都会 就是说呢 你大都会跟我这个政府合作是吧 把这个盗匪啊 你这个中牙片的是吧 犯死眼的 尤其是犯死眼 这种中牙片的 你弄死 就这个样子 因此大都会确实与政府合作了 剿匪 就剿灭那些土匪 因此呢 在政府的背书之下 大都会也就顺着做大了 因为它是政府的 半官方机构了嘛 因此大都会也就顺势多大了 我认为就是 如果你有口饭吃的话 肯定你不会去做土匪嘛 这种就是脑袋挂在 一腰带上的行当 因此呢 当地的土匪 也不可能说 哎 你大都会要来杀我是吧 我肯定要找个靠山嘛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不可能说 你来杀我 我把头放在这里是吧 不可能的 不可能等着你把我全干掉 因此呢 他们也会找靠山 他找的靠山是什么 就是地国连清政府都不敢 清一指的 内容就是洋人嘛 主要是洋人的 传教士的洋人 因为在天主教会啊 主要是圣言教会 是一个德国的教会 他的鲁西南是有 比较大的影响力 只要是教民的话 政府不敢杀 只要是 比如说你信了天主教 政府都不敢托 你叫什么 就是 如果大家 这是我再扩展一点 如果大家看那个 茶馆 茶馆看过吧 就是老师 是老师是吧 老师写的茶馆 然后他 他里面是吧 比较厉害的一个人 就是信这个 信教 信天主教 你就比较厉害 政府不敢管你 他这里也是 我是盗贼嘛 我只要信了这个天主教 你 因为我这个 天主教的圣言教会 非常厉害 在这边就是扛把子 清政府不敢管我 因此呢 这个土匪为了保命 我就放下土刀 马上立地成教民 是吧 加入天主教 然后你 你政府肯定要走嘛 我就拿起土刀 又去当土匪 就两不耽误 清政府对他 没有太大的办法 因此呢 为什么呢 就是1860年吧 好像是 应该是1860年 要偏扎 怎么是吧 然后不是签了一个 什么什么东西嘛 就是说 传教是合法 因此呢 但是你 大刀会 还是打成了一些目标 肯定杀了一些人 然后在完成 这个剿匪任务之后 大刀会 你显然做搭了嘛 政府最怕的 就是大刀会做搭了 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吗 叫狡兔死 走狗棚 飞鸟进 粮工藏 是吧 敌国破 谋臣亡 这个故事就一次次的发生嘛 也就不在乎 多一次 是吧 山东巡抚 一看这个 鲁西 鲁西南是吧 这个剿匪也差不多了 然后呢 他又开始跟洋人合作 确实比较 跟洋人合作 就是通过诱杀 毒杀 因为 他在跟洋人合作的话 再怎么搞了 反正毒杀了 又杀了 很多极其残忍的手段 据说还有凌迟猝死 不包括 不仅仅是公开砍头这种事情 就对大道会啊 进行了非常残忍的镇压 就是刘世锐啊 等三十多头目 也就被公开处决 据说啊 还有是 也有我看到资料说 两百多人被公开处决 就是挂在那里 头砍下来 然后掉在 掉掉在那个 木头上 他刚刚与这个政府合作了 然后政府转头就把他杀了 这个事情 就会发现 不停的在发生 因此呢 大道会就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 就走完了 他刚开始没只有几十个人 然后发展了两万多人 然后一个保护财产的团体 然后后来又渐渐的演化成 与政府合作剿匪 然后再被政府血性镇压的这个路程 就是两三年走完了 大道会后来也就没有在 没有在往昨日重现嘛 就是说他往日的辉煌没有了 但是呢 两三万人 他毕竟没有完全杀光 因此有两三万个大刀 还在这里是吧 也没有办法 但随后发生了一件 很震动全国的事情 巨野教案 这个如果大家理解历史的话 巨野教案可以写好几本书了 我也确实看过几本书 专门研究巨野教案的 就有传言说 一个我认为比较可靠的传言 就说是大刀会的鱼党做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稍微的讲一下 这个东西就在1897年11月11日的时候 圣言教会 就是说的那个德国很厉害的那个教会 两个德国传教士 就在午夜呢 被一群人拿着刀枪 就弄死了 捅死了 砍死了 可能是 这个事情啊 到现在就没有准确的说法 就说不知道这是谁杀死的 大家都在猜 但是当时有刀枪武器的团体不多 大刀会有 大刀会你想想那肯定是有的 大刀会当然也有作案动机 为什么呢 因为大刀会的被洋人和政府合作镇压了 你总要出口气嘛 是不是 我认为是这样 总要出口恶气嘛 然后去杀 杀一下 因此他出这口恶气的话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 杀官 另一个呢 是杀洋人 是吧 为什么他只杀了洋人呢 因为只有杀洋人 可能一箭双雕的报复官员和洋人 简单的来说 因为官府啊 是非常非常害怕外国传教士的 尤其是 这个事情是大清国民所熟识的一个 长使 比如说在1876年 就是也是上那个清朝的时候 就是华北地区啊 经常是干旱嘛 然后干旱叫做丁雾齐荒 大家可以说这个丁雾齐荒 特别的 特别的残酷吧 特别的残酷 就是饿死了一千多万人 然后呢 那个那个 丁雾齐荒 主要是山东 每次都漏不了山东 很痛苦 山东 然后安徽 河南 对河南也每次都漏不了 而且呢 就在这个 这个饿死一千多万人呢 哪里饿死的最少 山东饿死的最少 为什么呢 因为山东人找到了一个 吃大户的方法 为什么 什么叫吃大户 就是说 我没饭吃了吗 你有这个 你有这个粮食是吧 你有粮食 我就到你家里去吃 你又不能杀死我 但政府能杀死 因此呢 这个山东人很相对比较聪明 也不能说聪明 比较没节操一点 他们就拉个洋人了 就是说你是穿教师嘛 你当我们的头 领我们去造反 这个洋人觉得 那我们姓天主教嘛 姓教 因此呢 他一姓教 就可以去吃大户了 但是为什么 安徽饿死的也比较多 比山东要多 安徽是另外一个情况 安徽当年的 没有山东那么富 为什么呢 安徽大量的土地 有人烤杂扩 就大量的土地 用来种鸦片了 你这个没有粮食 你没法吃大户 因此呢 很多的人是饿死的 那个就饿死的 也没办法 你没有大户可以吃 因此安徽饿死的比较多 还有一个饿死的比较多的是河南 河南老乡 河南的是为什么饿死 河南就是说非常的 非常的爱国 为什么呢 他们河南是这个样子 这三个地方每个都不同 山东是拉洋人吃大户 然后安徽是没有粮食吃 然后河南呢 是非常的有骨气 就是说呢 洋人给银制 老子不用 就是说呢 宁可饿死 我也不吃洋人的东西 得就这样 所以呢 河南也确实 非常有骨气的 饿死了特别多 当然这是丁雾其荒 大家可以去说 这也是 可能历史书上不讲的 丁雾其荒 这三个省饿死了 一千万这个样子 山东比如说 是饿死了多少 那一千万 确实非常的厉害 一千多万 在山东呢 比如说山东有个传教师 叫李提摩 李提摩太 他天天呢 要面对这些机民的请求 说带我们去吃大户吧 他没有答应嘛 但是有很多的传教师答应了 然后我洋人带着你去 带山东吃大户 那大清国为什么不敢搞呢 就是说洋人高人意的 大清国知道 你你整了洋人是吧 吃不了都得走 事实上也是如此 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巨野叫案了 他杀了两个德国传教士以后 山东的官员就被撤职了 撤职了特别多 然后弹劾了也很多 在德国政府的要求之下 大清啊 就是说 说你这个天主教堂 我出田修还不行 然后他把山东巡抚叫李炳恒 然后就解除了职务 而且是永远不再用了 就说你并不是调理了 就是永不再用 就是做样子给德国看嘛 但德国政府特别的震怒 但我们知道帝国主义都比较坏 是吧 不答应嘛 就说不行 你在山东 没法保证我这个传教士的安全 这么办吧 你这个把交州湾割给我 山东半岛 就山东半岛的交州湾 就青岛那一块嘛 我们不是现在网络上有个段子 就说我这个青岛的下隧道 是谁修的 德国人来修的 还有一个油布包 然后在方圆两米 这都假的 实际上应该是没有油布包 可能就是瞎扯蛋 但是我们要不得不承认的话 青岛的下水道应该是比较好 又加上青岛 靠着海嘛 应该是向海里随便排排就可以了 或者是什么 咱也不知道 反正青岛确实在德国统治之下 就交州湾嘛 就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这个是吧 路路大德会 就是江苏 江苏老乡和山东老乡 去砍了几个 砍了两个洋人 青岛没了就这个样子 很纠结是吧 竟然是把青岛割让出去了 因此这件事情就是 让江苏湾 以山东半岛 就是说那一块 就成了德国在中国的据点 这件事情对山东人的影响 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大青岛百姓知道 你官府是怕洋人的 但是没想到你这么怕 杀了两个洋人 直接让出了江苏湾 这远远超出了山东百姓的想象力嘛 当时也有编段子去讽刺 所以也太太怂了 官府怕洋人的话 但是有些人就觉得 你们也不行是吧 我我我 你们怕洋人我不怕 因此呢 在1898年的时候 山东贯县就有一个义和权 现在还不叫义和团 叫义和权 就是一个权 你说义和权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 因此呢 看着实在受不了了 就喊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但呢 就是恶心以下这个 恶心以下这个啥吧 然后这个口号 没想到在两年之后啊 就波及了整个华北 也震动了中国吧 也震动了美国 也震动了帝国主义 不是震动美国 因为贫穷 并且非常非常混乱的 这个山东西部啊 就是整个西部 中西部啊 都非常的 主要是穷 主要是山东确实很穷 然后还有发生在 山东境内的这个巨野教案 官府出钱啊 也就是 清政府出钱的 山东修天主教堂 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第一块 租借给 就焦州外 实际上是大家学会了 学德国 还发现你能签 我也能签 因此香港被签 这个被签 这个被签 是吧 日本签哪里 你就发现 AGB签没了 但这主要是 与德国学的 是吧 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山东 所以呢 我觉得 义和团发生在山东 好像也 也不是不能解释 是吧 我觉得巨野教案 但是引发了 一系列的 这个雪崩事件吧 就好像是雪崩事件的 第一片血花 就是因为杀了两个 德国传教士 他就引起了中国 后来一系列的事情 但不只是义和团 甚至后来的五四运动 大家也知道 也是因为 焦州湾引起的 就是你德国 德国没有了嘛 山东的权力转让给谁 转让给日本 然后这又引起了五四运动 但这整个百年 就是 对处的起点 我认为就是 是吧 江苏老乡和 山东老乡 就在那个交界之处 弄死了两个 德国人 确实这个巨野教案 所以呢 为什么有有书 专门去研究这个巨野教案 确实是有这个 有这个原因的 再来讲这个 黎原团冲突和义和 义和群的发展 以及他为什么叫了义和团 但还是发生在山东 就是整个义和团 初期都是发生在山东 还是发生在山东 惯性的黎原团里 就教民和非教民的冲突 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所谓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教民和非教民的冲突 可不是说 你你你能调解的 不能调解是吧 因为在 他们早就签了协议 就在1869年的时候 就签了协议 政府官府 不能叫政府 他叫官府 就签署了一项协议 就这项协议规定 你团里啊 就这个黎原团里面 所有的寺庙 不管你是道教的也好 还是佛教的也好 都归谁有 归谁所有呢 归天主教所有 而当时的中国人信仰 天主教的时间并不多 后来说啊 大概中国有 40万到140万之间 也不知道真假 是吧 40万到140万之间 也比较多 但是比起中国人还是不多 因为在中国人来说 信仰天主教的不多 但是呢 大部分人是信仰什么 信仰 玉皇大帝啊 还是信仰 观音菩萨 反正不是天主教的 耶稣就是了 所以呢 牵扯到信仰的话 官府就有规定了 就说你这个 不管道 就道观也好 还是佛寺庙也好 通通给人家 就大清百姓也不管 因为我大清也是有信仰 大清的百姓 你去拜观音菩萨 还是去烧纸 给这个观音菩萨 还有玉皇大帝 对主要的是玉皇大帝 他们这个发生冲突的 这个教民冲突的是一个 玉皇大帝的庙 直到就是说教民 因为他说你已经给了我们 是签了合同了 正官府签的合同 是1869年签的合同 这个玉皇大帝的庙啊 我要拆了 我拆了 我要建一个什么天主教堂 他拆很快嘛 可能你那个庙也不是 很容易就拆了 推土机一推就没了嘛 即使没有 当时没有推土机 我认为很快也就拆了 拆了 这个真显然是个大事情 我这个玉皇大帝 道教中最高的这个 不能叫皇帝 玉皇大帝是皇帝吧 反正是个重要人物 玉皇大帝的庙被拆了 然后大清的百姓就去阻挠 说你不能修教堂 然后并且请去了 当时惯性啊 对大的两个团体 就练拳的团体 一个是梅花拳 一个是十八魁 去炫耀武力嘛 显然练梅花拳的 不信仰这个耶稣是吧 还是信仰的是这个 玉皇大帝比较多一点 然后梅花拳的赵三多啊 因此就在那里举行了一个 什么量拳的活动 举行了三天 就有了这么大的后台 就是说你打 肯定打不过我了 是吧 我这个有两个 对大的团体 帮我撑腰 因此呢 大清啊 大清的这些百姓 又把这个教民啊 教民不是在修这个教堂吗 我又把你教堂给推了 就这个样子 又把教民打了一顿 你显然打架了 这个上帝没出现 没帮你 应该是被打了一顿 这个教堂还被推翻了 但是呢 官府实际上是没有办法 主持正义的 只能当和事佬嘛 就重新签了一份协议 说哎呀 你竟然都打成这个样子了 就是说 你让一步嘛 这个寺庙啊 寺庙没有建教堂的 你你还是就就还给人家吧 还给大清 然后你已经改建了的 你就是说你天主教堂十字架就搞起来了 你就你就天主教堂就是别争了 是吧 就这种祸悉尼嘛 跟这个什么是一样 祸悉尼 这个协议看起来实际上是偏袒于大清百姓这一方嘛 因为白来签的协议是 所有的寺庙都归都归天主教嘛 显然这样的话 人家淫老 淫老给推了之后 还有这个利益呢 因此大清百姓感觉还比较好 但是教会显然不这么小 因为你已经签了嘛 我这个天主教堂也建不起来了 是吧 然后教会也闹 还是那句话嘛 谁对怕洋人 大清对怕洋人 洋人这么一闹 官府马上就怂了 马上就这个寺庙又回到了教民手中 而且大清还要派了为数不多的人 就是说要监工 就是你大清联王们弄死你 就是士兵围着说让人家洋人建教堂 就这个样子 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加重了大清百姓 对教民和洋人的愤怒 但是他也不敢杀官府 官府真杀他 他只能就是说恶心一下洋人和教民 因为官府 官府对洋人的不满也有不满 因为你天天搞我这样 我肯定 我拿好面子上也过不去 因为无论怎么割地也好 怎么赔钱也好 洋人你总是不满足嘛 然后官府 可能就是说又打算 跟那个江苏打劫的那个地方 就是鲁西南那边地方 就是说跟大刀会一样 是不是 我先利用一下你 是吧 再打压一下洋人 就是说呢 于是呢 官府就开始接触梅花拳的赵三多 赵三多啊 跟大刀会那边不是也是帮了官府 然后又把大刀会的这个刘世瑞 跟三十多人或者两百多人就砍头了嘛 赵三多这边可能那时候没有微信啊 也没有没有什么 这个新闻传播也比较少 你看官府来了 那也没办法是吧 我还是跟你合作 相似之所以就在于赵三多也跟官府合作了 这边的梅花拳 就是他们跟刘世瑞是赵三多跟刘世瑞差不多的 就是说刘世瑞的大刀会组织性还是非常高的 是以他为首领 赵三多呢 因为他这边有很多的拳 不止他主要是梅花拳 他还有联合了红拳啊 十八魁 还有很多的 还有猴拳 各个各个拳法 一系列松散的组织 因此寄予了一个理念 就是说呢 我们要帮政府 帮清政府打压一下这个杨人 就这么一个松散的理念啊 就是我们改名吧 义和权 就改成了义和权 也是一种拳法 但他他现在还没有发展到义和团 这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 他跟大刀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 大刀会是以刘世瑞为首的 这里呢 义和权虽然也是以赵三多为首的 但是呢 是基于理念弄起来的 就是说他联合了很多的组织 好像美利坚和中国 每个州 我是加盟的 只是名义上叫义和权 但官府呢 利用完以后 也会怎么样 就杀嘛 要要把义和权全给杀掉 实际上他也确实得逞了 因为你政府毕竟是 这个这个是吧 官方的部队 你跟这个老百姓打 肯定是一个打杀 就肯定是没问题的 因此呢 义和权的首领 这个赵三多呀 跟这个东西 也是先是被抓 被抓到监狱里 然后也是公开处决了 就在济南 这个牢狱里 就是公开处决了 因此呢 这个义和权本来 如果按大刀会那个样子 刘世瑞被砍头了 大刀会就垮了 但是呢 义和权有点不同 因为他是基于理念的 其实 这个赵三多死了 也是被清政府弄死的 但是基于理念嘛 因此呢 竟然出现了更多的义和权 就是只是名字叫一样 因为我以前有可能叫红权 叫十八魁 叫猴权 就这个样子 但是现在只是叫义和权 名字跟口号是一样 因此呢 官府一看还比较痛苦 真的是比较痛苦 就是名字一样 没有首领 就是说 这是一个没有首领的组织 义和权长期 就是有一段时间 是没有任何的首领 其实整个的义和团 后来也是没有首领 就现在还没有发展到义和团 就义和权的时候 赵三多实际上是在1898年 他一旦是组织了这个联合了十八魁 还是梅花权 然后组织了之后 他就逃到了河北中部 抓到了 抓到了 就是拉到济南府 拉到济南府 就是公开处决了 最后也有人说在狱中死去了 不管怎么样 他确实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施展 就是成立了一下义和权 但是新的义和权 他死了之后 新的义和权 还有神权 纷纷的就成立了 如雨后存损吧 真的是雨后存损吧 就在山东西部的各个地方都出现了 而且用的口号都是他的福清灭阳 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点 但这些新义和权 就是后来组织的这个新义和权 就相对比较更加注重什么 封建迷信 也就更加的具有宗教色彩 比如说刀枪不入呀 或者是请神下凡 这是后来搞的 一时间的这个义和权 就有点像开连锁店了 然后就从山西西部 山东西部向周边蔓延 蔓延速度之快 就非常让人惊讶 很快的话 在我看书上讲 1898年底的时候 这新义和权就开到了日照 你想想日照 就沿海边了 就已经 就是好像是 也不知道怎么 那时候也没有电话 是吧 很快就开到了那里 年底的时候就开到了日照 几年 所有的队了 不同的是这些义和团 这些义和权 还不叫义和权 有不同的首领 请的神也不同 他每个地方都是请 就本地化了 就是已经本地化 可能在日照那边 就请日照什么神 说可能在哪里请什么神 几年请什么神 然后在山东这边请什么神 就不同 就是本地化了 唯一相同的话 就是对教民的仇恨 他们是相同的 因此呢 很多当年被打压的大刀会 也就重新活跃起来 大刀会重新活跃之后 也更名成了义和权 就是重新活跃了 也就给义和权 义和权增监了很多 很多新的东西 比如说吞符 吞符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点上一张纸 然后烧成灰 然后放在碗里 碗里可能是水或者酒 我不知道水还是酒 应该是水 然后吞下去 当大清这个百姓啊 就是说 显然就是说 以什么为敌啊 并不是以清政府为敌 而是与洋人和传教士为敌 这一旦是为敌以后啊 这个德国政府 因为当时圣言教会 就主要是德国政府 因为德国又在山东 又割了这个焦州湾 因此呢 德国政府就感到压力了 实际上在德国政府 在1899年的时候 还下了个东西 说你们这个圣言教会 有收敛一点 不要太过刺激 这个大清百姓 虽然官怕 老百姓弄死你 他可真的是不见得 不见得 百姓他妈没文化 你这个是吧 没文化就比较痛苦 因此呢 这个德国政府 还专门下了一些 呃命令 或者是什么东西吧 给这些圣言教会 我看书上是这样写的 说收敛一点 不要举行这个 不要举行那个 确实他们收敛了很多 因此呢 除了这个大刀会 梅花拳 义和拳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 在山东 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 拳叫神拳 但后来我们看到历史上 也叫神拳 也叫义和拳 也叫义和拳 实际上这是 刚开始是三个 不只是三个 都是不同的 这个神拳 就是另外一个事情 神拳和义和拳 最后就分不清楚了 最后合并了 但最初的时候 是两种拳 不同的 义和拳呢 是有两个法宝 一个是从大刀会继承过来的 唱戏的那个大刀会继承过来的 刀枪不入 另外一个是神拳 继承过来的 这个请神下凡 实际上大刀会 跟这个神拳 对义和团 将来的义和团 影响是比较大的 就是这两个神拳的来源 我查过书 非常的不确定 没有人 就是说没有人知道 这个神拳具体是怎么来的 唯一能确定的是 神拳和大刀会 梅花拳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一点 就是说人家大刀会也好 还是梅花拳也好 还是刚开始的义和拳 就是旧义和拳也好 是保护自己的财产 就建立了这个民间组织 但是神拳不是 神拳是来自于赤贫的阶层 神拳是什么 就是神拳对初是治病的 就是你治皮肤病 他的这个珠红灯是什么 就是一个赤脚 不能叫赤脚医生 叫神医 就行走于民间的神医 他擅长与治疗各种病 可能就是中草药这个样子 现在也很难说了 神拳最主要的是治病 他是靠着这个 你治病的话 因为中国那个时候就无一部分 包括现在也不是无一部分 现在你去看一下 还是无一部分 也搞不清楚 你他也治病 也有无数 反正也请大神 就是说这个人确实可能比较厉害 他确实能治疗 书上是说 他善于擅长治疗皮肤病 就是外壳吧 皮肤病可能有一些狗皮膏药 或者类似于这样 也是我瞎猜的 这个人是个医生 他不收钱 是次贫阶层 而且就是 是吧 中国的无一部分 然后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他一定要上东南的方向 磕个头 孔雀东南飞 上东南的方向磕个头 然后念咒 念完咒之后 把这个符咒放在水里 然后搅拌之后喝下去 这也是一种药 符咒是一种药 但这种 这种仪式 仍然在山东农村地区 还是存在 尤其是那些老人 还是相信这个 就是说我烧纸什么 或者是请龙王 我见过这个东西 到现在还是存在这个东西 就神拳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交集的 因为两个阶层是不同的 神拳刚开始的时候 是赤品阶层 就我自兵的 神拳刚开始是自兵 强身健体 义和拳是什么 保家 主要是保护自己的财产 就这个样子 还是没有交集 但是为什么 它发生的巨变 与这个义和拳 融合在一起 这个也很难考证 就很难考证了 就是说找不到 为什么他们突然发生了变化 但是有一个相对比较靠谱的说法是 1898年跟1899年之间 黄河发生了绝口 我们都知道 当年是黄河非常非常容易绝口 而且那次绝口的水 水流非常大 而且还不是绝了一个 绝了三个 分别在今天疗城 今天的疗城是叫寿张镇 东阿县 这是两个两个口子 还有一个济南也绝了 这下好了 这个水一冲 你就有财产的人 以前你 你还是吧 你还 你的这个 义和拳也好 还是梅花拳也好 你保护自己的财产 吃了老天爷一冲 黄河爷一冲 是吧 你这个就没财产 可以保护了嘛 然后你只能 没有了 没有财产了 然后呢 你就 数百万人 然后怎么办 你就遭受水灾了 你赶紧跑嘛 背景离乡 然后外出避难 据说哈 据据我的考证 我们那个 就是我的老家 就是从那个 灌县 移到这里来的时候 就应该是 这个这个时期 应该是差不多 太难以为 我也很难考证出来 就是让 这时候你这个神权 我们可以知道 神权是什么 致病属性的话 因此很多难民 也就相信了神权 那时候虽然你也没有财产了 是吧 因此呢 官府最初 他也是把神权跟义和权 还有梅花权这些 后面义和权也好 还是梅花权也好 是游走在 违法边缘的一个群体嘛 因为你有刀枪 是用来武力的 神权不同 神权是用来治病的 因此神权这个时期 是非常迅速的 也就扩大了 神权的领袖是三个人 最初的时候是朱红灯 我说的那个神医 还有一个和尚 叫新城和尚 他有一个名字 我忘记了 他确实有个名字 他是 他法号叫新城 新城和尚 他做大以后 神权也就不治病 不仅仅治病了 因此在1898年冬天的时候 神权也开始用义和权的 这个口号了 也就是扶清灭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换的话 我觉得与这个水灾是有关系 与这个民意也有关系嘛 因为当时德国在三中的势力 也确实比较比较 比较大 然后天主教你信这个教的 也确实在中国不只高人一等 不只高中国人一等 还高这个清政府的官员一等 因此呢 比如说鲁西兰的这个大都会 还是鲁西北的这个义和权 都是反对扬忍的 这种变化 就是神权突然出现这种转变 好像也可以解释 也并不是说不可思议 由于这个神权就更厉害了 神权更松散 比这个义和权还要松散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面我讲的 大都会相对就是集中的 你杀个头完蛋了 就就是瓦解了 抓头了嘛 然后义和权实际上相对比较的松散一点 因为是美利坚和众国嘛 都加盟的 加盟义和权 加盟殿 但是这个神权就更厉害了 神权就是贫农 这个就是说致病为主的 这个就是说更不行了 就是更没有组织 就是这种转变之后 因此松散啊 而且他请的神就更混乱 由我查到的资料 请神真的是五花八门 有请道教的 也有请这个佛教的 也有请这种关羽 关羽你想想 关羽也能请下来 但是呢并没有证据 证明就是说神权于当时山中令人 一个与官府作对的 白连教 白连教实际上是一贯与官府作对 就是说白连教的最高的 最高的神是无声劳母 天山同老 他叫无声劳母 就一和权 一和权吧 自始至终啊 他也没有像白连教那个样子 以推翻政府为己任 实际上神权还是比较温柔的 治病啊 包括但最后他确实合并起来了 但朱鸿灯所带领的神权呢 也就举起了这个福清灭羊的旗帜之之后啊 一下子那么多穷人 哇 这个穷人跟稍微有点财产的人也就结合起来了 因为以前都是稍微有点财产了 后来穷人也加入了 兑现引起注意的就是传教士 传教士仍然是叫故技从事 就说你向清政府施压 所以不行了 你看神权又弄我们是吧 你这个和往常一样 清政府怎么样 就听洋人什么出兵嘛 然后就对神权进行了清剿 就是剿匪 当然了和对待这个大刀会 议和权是一模一样的 清政府也很快的就把神权的这个首领给抓住了 有三个首领 一个是朱鸿灯 还有新城和尚 还有叫鱼清水 这三个人被抓住了 但后来还是抓了四十多个 书上说四十多个 反正首领都抓了 抓不完 问题是这个抓不完 然后呢 他们把这个朱鸿灯 新城和尚 还有鱼清水 有在济南啊 公开处决 处决了三天 然后证明什么 证明说你这个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 看我一下把你头砍下来 证明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这个打压并没有像预期一样 当年是没有电视的 我也没有这个 马上把舆论给你推送给全体老百姓 没有办法 可能当时人看到的人就觉得是你刀枪不入 但是有没有人 有的人是没有看到的 而且神权是广泛的 采用了请神这个东西 请各种各样的神 因此神权就在 当然在某些地方可能 比如说见过的人 发现 这个不能够刀枪不入 可能就收敛了 但总体上来说 没有 山东巡抚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结果 由于神权更加依赖于封建迷信 所以呢 朱鸿灯 新城和尚和鱼清水 被杀以后 成神了 这个就比较痛苦 跟那个耶稣一样 我三天后复活了 而且朱鸿灯 新城和尚 鱼清水 被砍头后复活了 还上天了 这个就崩溃了 跟这个耶稣 这简直就是 跟这个天主教一样了 是吧 他这个反而更加完美了 因此他们的故事 就被更加广泛的流传 因此很多的地区啊 就会说 他们砍头后又复活了 这真是神仙 是吧 然后其他的地方就流传说 他看到过这个朱鸿灯啊 穿着红色的裤子 反正反正打扮了奇奇怪怪 就在天空飘着 然后看着我们 就这个样子 你这个就相信了 那就崩溃了 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 对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进行打压 比如说他说朱鸿灯是神 你正官府啊 你就没有办法 对你怎么证明他不是神 人家说我在天上看到过他 你说天上没有 你又没有遮像机 就没有办法 因此呢 越打压越厉害了 山东巡抚 因此对神犬的镇压非常非常的不利 就崩溃了 连皇帝都崩溃了 就直接在12月把他解除了植物 就是说你别干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1898年的时候 黄河掘地 掘地不是 我说掘了三个口子吗 我们山东人经常被 被黄河咽 然后掘地之后的一年 马上就有闹灾 转成了旱灾 才特别痛苦 在1899年到1900年的时候 华北大部分地区持续的干旱 你干旱的话 老百姓就崩溃了 是吧 你这个生活就更加的困苦了 没办法 因此呢 这个全民就有了更多发展的空间 也正是在1899年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梅花拳呀 还有义和拳 还有神拳 这个时候官府就 又到处打压他们 打压他们就说你这个练拳是不对的 叫拳名是不对的 因此他们就改了个名字就改成了义和团 就是我不是权了 我不是义和权 不是不练权 不是权名 是团 义和团 但这是官府的 因为当时就是到处贴榜 说权会 你所有的以权会命名的 是吧 赶紧取缔 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 因此他改成了团会 虽然这个一字之差 但是这个义和团的高举的旗帜 以前就是灭羊 有时候都不撑了 就说我是福清 你其实也是政府打压了之后 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洋人就会去 你说我是福清灭养的话 洋人会会找清政府来搞我吗 但是我说福清 福清你懂不懂就告我吧 是因此呢 官府一看 好像改造成功了 也就乐见其成 因此呢 义和团就改名字了 是吧 义和团也就把 叫他大汉 就是说大汉 老天爷不下雨这件事情 找到了原因 就是说不下雨的原因啊 就是神发怒了 为什么神发怒了 神发怒的原因是天主就在中国泛滥 因此呢 当时义和团就就就贴这些接铁 就是接铁 就是农民起义的时候不都是向农民宣传吗 我们看电视也看到过 就在城墙上 妈妈贴个纸是吧 大字报一样 然后你在这上面念 就这个接铁 大概是这种样子 当然咱也没见过 真的 类似于大字报或者传单 我认为应该是大字报 就在这里 在接铁之中 都是顺口溜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义和团找到的大汉的证据 就是洋人来了 然后还有对洋人的一些仇恨 我们我可以 我这个 当年啊 当年我写这篇 作业的时候 不能叫论文 我抄了特别多 因为顺口溜特别顺 特别的好 然后抄了好几页 但老师也没有看 他觉得你这人挺搞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顺口溜特别的好 我在在作业上抄了特别多 就是我随便这里选 选两首好了 就是他叫 知音天主 耶稣教 七神灭圣 忘却人伦 怒脑天地 收住之语 这就有点不错 他就要收住之语 可能农民 或者是我是农民 看不懂 收住之语 降下八百万神兵 扫平洋人 才有下雨之气 他就说嘛 你现在已经有八百万神兵了 这八百万神兵是谁 就是我们这个义和团 然后我只有杀掉了洋人 天上才下雨 还有就是杀了洋鬼子 蒙雨 望下流 当然这个也很长 我就选两句 还有一个是洋人杀尽 欲雨还雨 欲情 欲情叫情 就是你洋人只要杀尽了 你这个想下雨就下雨 想晴天就晴天 就类似于这种顺口流 特别多 我当时 当时啊 我认为当时大部分人是相信的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比如说你取笑他的话 大家就不会有这样的宣传 因此在当时的情况来看 还是有很多人相信 这个洋人啊 与这个干旱是有 非常非常直接的关系 我前面不是说了吗 这个巡抚对神权镇压不力 已经你镇压了几下 哇天哪 这个租红灯新城河上 还有这个余青水被砍了 结果成神了 你这个山东巡抚就被 就被那个什么了吗 就被撤职了 撤职之后你肯定还要来一个人吗 就结果清政府来的是谁 袁世凯 袁世凯这个人呢 对义和团是非常非常反对 他是属于新式人物 他带领的兵啊 都是训练有数的 新式部队 就警察嘛 天津训练出来了 特别厉害哈 比义和团肯定是强太多了 他到任以后 很快就控制住了义和团 先先先搞搞是吧 义和团实际上 他也杀了一些人 这个义和团实际上就就 但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 但是呢 他他也没有对义和团 大开杀戒 就是先稳住 但我们知道袁世凯 这个手段确实比较多 因此呢 他上任之后 他并没有 他上任之后 还是发生了一两起 杀这个洋人事件 还是杀害了一个英国的传教士 是1899年12月31日 杀害了一个英国传教士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影响那么大 但是也比较大 袁世凯来了山东以后啊 因此山东义和团的发展 也就没有那么蓬勃发展了 不像是前段时间那么蓬勃发展 确实袁世凯确实有手段 但是呢 义和团已经有了大量的团员 我们知道有这个是吧 神权啊什么已经集合起来了 这些人不可能说你元大头一来 我就不发展了 于是呢 这些人就开始向其他地方发展嘛 我都挨着 向哪里发展 就是向直立发展 为什么向直立发展 等会我讲一下 直立是有两个超级大的城市 一个是天津 一个是北京 当然现在也是中国最厉害的两个城市 是吧 一个天津 一个北京 这两个地方显然都比山东是有前途的 我们可以用屁股想想就知道 那首都嘛 一个首都 一个实际在清朝的时候 北京还不如天津 天津 唱戏是吧 我们慈禧老佛爷 还要去天津听戏 北京没有 这两个地方显然是更有前途的 在清朝就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直立是各省的领袖 就是领袖都是直立的 清朝直立就是非常非常巨大 可能现在没有直立了 就是直立多大呢 就是北京市 天津市 现在河北市 以及河南 山东 部分地区要切进去 整个河北全在 整个天津 整个北京都在直立 因此地立位置肯定是非常重要 因为什么 因为皇宫 皇宫在那个地方 所以清朝政府 特别特别重视这一点 但也就在这个 各个封疆大吏 心目中也就格外看重 因此呢 除了直立和这个复原辽阔 据说当时复原辽阔的四川 就是设一个总督 直立设一个总督 其他的比如说叫梁广总督 是不是 就这样两三个省建一个总督 不会特别多 只有直立特殊 因此清政府是非常非常看重那个地方 所以呢 用人也不太可能用汉人 因此呢 他大部分都是用满盟贵族 就是说这个直立省的省长 不能叫省长 叫总督 就是省委书记吧 基本上是用满盟贵族 就是说看血统 他这个时候用的是预录 是一个满人 政治立场 但是我们不用讲 他后来在天津的时候自杀了 政治立场 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业务水平实在是不行 他不像袁世凯 袁世凯说镇压就能镇压下去 这个预录不行 镇压他也镇压不下去 而且态度还不坚定 还反反复复搞 就是他唯一的 就是说就是政治 政治没问题 一二五不行 就这个样子 因此呢 山东发展起来的义和团 重心呢 就到这个省里去 就欺负这个玉录有点像 就是说直接发展到直立去了 结果直立这个玉录 想镇压 他也没有这个 想镇压就没有手段 想动容呢 又没有那个安徽 安徽那边的总督的手段 反正就很崩溃 里外不是人 就搞了这个 最后他自杀了 好像是哪一把小手枪 然后打了心脏 据说是这个样子 因此他在山 整个义和团在山东 发展起来 就这样 一直发展到 从那个鲁西北 还有鲁 叫鲁西南和鲁西北 然后发展到鲁中 然后后来发展到日照 发展到海边 逗逗几年这一边 然后呢 袁世凯来了 好 然后开始向其他的省份 转移 但我这篇论文实在太多 有130多 可能有10万字 但是后来今天 就这两天 这两天我读了一下 好像也没有任何 好像没什么意思 因此呢 我就讲一下 他对初发展 像直立之后的发展 就是说 但确实我写了 实在太多了 后来发现 反正就抄人家的书 也没什么意思 因为 初期就这样了 在山东的发展 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 袁世凯一来就结束了 然后后来就去河北 河北老乡 去天津 然后去北京发展了 这个 伊赫禅在山东 就这样结束了 好 这一期就到这里 随便讲点什么东西 好了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叫软件那些社 六个字 软件那些社 但这一期 与软件确实没有任何关系 再加上我的腿实在太疼 我也不想去研究太多东西 好了 这一期就录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